她的工作 她的當醫生是聽聲音的 我是看見一個遠景的 聽的 她就去了 結果就被殺掉了 第二次去 三十九歲 沒有審判 被鋼果的那個 她們有一個trap一個trap一個部落一個部落打來打去嘛 看到她 抓起來 槍斃 她老婆就去鋼果 把她安葬 後來把她的一生的故事寫成一本小小的書 我在大學紀念體的時候 人家介紹我 那本書應該你們還買得到 叫《鋼果之光》 The Light of Congo 這個人的生命被列為time的那個封面 人家紀念他 其實還有很多醫生叫做無國界醫生 你聽過嗎 那不是一個一堆 他們專門去戰亂 去那個有問題的地方 沒有醫生敢去的 去那裡瞭解 自己瞭解 自己帶他去 去那裡 沒辦法 就是為了幫那些人看病 台灣也有 一個郭維朱醫師就是屬於無國界醫師 所以台灣不是沒有 是有 我每次講到我會感動 我會覺得說 這些人就是聽到聲音知道嗎 然後回應那個呼召 所以你說工作 如果是這樣的工作 他的價值是很高的 如果這個聲音不是人來 是從上帝來的 那價值就更高 很多宣道士就是聽到福音的需要 台灣這時候 今天有基督教 我們可以在這上帝 就是藍醫生媽 該知道嗎 他們在一百多年前 他們在清朝的時候 就願意從加拿大 從英國過來 他們也是當醫生 他拿很少的錢 因為我自己就是藍醫師栽培的 我知道 什麼時候你當英國都坐船 一直坐船 不是喜歡搭船 他沒有錢買飛機票 你會相信嗎 當機的院長 他的醫生都開便子 他騎一部腳踏車 腳踏車還被我摔壞 因為我家沒有錢買腳踏車 我偷擔到腳踏車來學 我把人家摔壞 所以我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有很深的臉 這個人就是 calling 他不只造福了我們彰化的很多病人 他影響了我的一生 他也在工作啊 他也是看病啊 我明天會講 他還做研究 他不是 他研究什麼 研究聖經那個保羅 那個三層天 他說那個是那個內葉天天 還發表在那個 New England Journal of Neurology 是學術耶 這個人很有趣 那他的一生真的是會影響 所以我說 serve 服飾 工作 可以有這樣不同層次的意義 那你給自己哪一個意義 三個都不是壞喔 我講過不是不好喔 對不對 起碼沒有偷沒有配沒有搶 我是靠自己服務拿薪水 這個是最基本的 可是有人在裡面還要講發展 把這個做得更好 變成專業 有的人重點是說哪裡有需要 我就把我能做的去幫助那邊的人 那這個就是變成置業 變成一個 calling 其實就是一個 serve 那這個就是一殺價 這是價值啦 value 我們人一生當中應該有一半以上的時間 是在工作啦 所以工作如果跟你的價值體系先上線 你會一生過得很有 就是很高興 因為不會這樣無奈啦 在等退休啦 不知道要怎樣 不會這樣就是每一天上班就是 是充滿乾淨 充滿意義 這個是價值的意思 上帝給我價值 Issaka 再來是希伯倫 Ziburon Ziburon是 創世紀30章20節 這應該是第十個孩子啦 這是莉亞在生的 莉亞又懷孕生第六個 她本來生四個嘛 然後兩個女僕各生兩個就八個 然後她生上次以撒加那個價值那個 她用那一顆東西去換出來 她覺得很有價值 再來就是這個 她說神是我厚賞 我賬戶必與我同住 就是這個同住 其實一個意思就是厚賞 厚賞 這個厚賞的意思就是 大禮啦 包一包大禮給你啦 剛才我們說價值就是 我付出我服務 你給我對價 這是交換條件 厚賞就是我沒有服務 你也給我東西 這個叫厚賞 你知道賞比那個工錢還寶貝嗎 這個叫恩典 女兒出嫁的時候 爸爸就會給她預備一個 就是戒徵 叫做Dory Dory不是女兒要幫爸爸做什麼事情才給 是爸爸好意說 你要結婚了 送給你一個禮物 祝福你 婚姻能夠幸福美滿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Gift 我們所謂Gift 這個Dory 就是厚賞 當你給我厚賞 那我的丈夫會跟我同住 他認為 丈夫的同住是最大的賞賜 是一個厚賞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這個同住你可以用這個同在來講 如果你的先生每天都加班都不回來睡覺 可是每個月給你很多錢 還是你還是寧可他錢少一點 每天回來給你睡覺 我不知道你們希望是哪一個 就是他很辛苦工作 然後給你很多錢花 可是他沒有時間陪你去花那些錢 他負責賺錢你負責花錢 有這樣的家庭 大部分的醫生的家庭是這樣的 開業宜 他老婆錢多的是 可是沒有人陪你去算 你的錢先要開業宜 他覺得說 工作拿代價這個是價值 就是說Serve I get the value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最希望的還是一個Gift 是一個禮物 而且最大的禮物不是錢 是人 所以台灣有一陣子天說 爸爸回家吃晚餐 就是發現先生很辛苦 為了那個 為了價值 為了賺點錢就在外面 結果小孩子成長就是缺席的父親的成長 absentee father 這個小孩長大以後就空白一片 因為他的腦海裡面沒有一個father figure 一個爸爸的形象在那邊 讓這個小孩子有所依循 不管是男還是女孩 這是一個扭曲的人格 所以有一段時間大家很重視這個 那那個重要的不是 爸爸拿什麼東西回來 是爸爸回來 陪伴 那個present 他那種那個是hold 同住 是the best gift 最好的 所以 當耶和華跟摩西說 我要跟你同去 摩西說這樣就夠了 耶和華說我派天使保護你 摩西說不要 對不對 你解決我安全的問題 可是你沒有跟我同行 先生把老婆需要都解決了 可是沒有辦法跟老婆講話 沒有辦法跟老婆在一起的話 那個婚姻還是覺得有一點空 知道嗎 就是 比如說上帝給你present給你保護 上帝給你一切的需要providence 可是上帝就不給你present 那三個p嗎 耶和華保護你 耶和華供應你 耶和華有沒有跟你同在 所以當雅各在逃難的時候 上帝跟他說 我會供應你的需要 我會保護你不會受傷害 我還要跟你同在 你知道這個是三重祝福嗎 最高的祝福其實是同在 上帝同在就有保護就有供應 我們在講對嗎 可是上帝不同在可以有保護 他就派天使保護 上帝不同在可以有供應 上帝就從別的地方給他所有他需要對不對 可是就少掉那個關係 我們叫互動親密的關係 信仰也是一樣 我們鼓勵大家要靈修 每天你就靈修了齁 其實重點就是 是跟神聊天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兩個人家沒有作為就是開槓 我聽你的話 你聽我的話 我願意跟你講我心裡的話 你願意跟我講你心裡的話 那個是最重要 我們跟神的關係 那祷告跟靈修 就是維持那個同在 那個關係 那就是這個 這一個齁 那個 基布倫的意思 基布倫 所以呢 跟神親密的同住 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講過就是那個 摩西就是要上帝說 你要跟我同在 你不要派天使 不是天使不好 我要的是比保護更多啦 我不是只要供應跟保護 我還要跟你有 親近的個人的關係 那這裡呢 我們看一下那個 約翰15章第7節 這個應該是出埃及第三十三章 你們有時間自己再去看 約翰15章第7節 就是那個 以色列人他 上帝叫摩西去開一個小組會議以後 四十天他們就受不了 然後這裡就馬上金子弄了一個金牛犊 上帝不高興說 好 我把他們殺掉 摩西說 不要啦 你殺掉以後很難看 報紙登出來不好 他說 好 那我就不跟你們同行 摩西也說不要啦 摩西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他可以讓上帝改變心意 好 那約翰15章第7節 好 人若不藏在我裡面 這個就是同在 那 像姿子就在外面 就枯乾喔 然後人扔起來 扔在火裡燒了 你們若藏在我裡面 我的話藏在你們裡面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跟神同在的重點 是神的話在我們心裡 所以你要靈修啊 你要讀聖經啊 你要祷告啊 你跟神才有那個 在通嘛 不不通嘛 你們所願意的祈求 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就多結果子 互就得榮耀 所以這個好處很多 祷告 互會成就 我們會生命會改變 會結出很多果子 還有上帝 因為我們得到榮耀 我們就變成門徒 所以那個靈修生活 會帶來很多其他的恩典 這是最大的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說我們要跟神同在 好 我們在苦難中 神看見我們的困難 神聽到我們的困難 神把我們救出來 然後神跟我們聯合 我們也會讚美足 然後呢 我們自己慢慢的會判斷 這個是不好 那個是好的 然後罪我們就會排斥 我們會做家具們 然後我們在生活當中會掙扎 我們靠著禱告來勝過那個掙扎 保羅講的那個 我裡面有個惡 會wrestling 然後就是說 我們要跟一堆不完全的人 在一起一起成長 那個troup 一大堆的基督徒要在一起 然後我們在裡面會體會到神 跟我們同在的那個快樂幸福 我們有服侍上帝 從裡面得到快樂 我們從神得到很多的恩典 然後我們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這從流變開始 一直走走走走到這裡 這個是我們整個基督徒生活的一個 一個縮影 或是一個描述 一個描述 再來一個就是 約瑟 這個是那個 不生的那個 終於生了一個 第十一個 Joseph 約瑟 約瑟是 創世紀三十二十四 老十一 第十一個 第十一個兒子 神顧念拉結 就是 這五個字是 來得很慢 神顧念 麗雅 是開始結婚的時候 因為麗雅是 應該是弱勢 雅各不喜歡她嗎 因為她的眼睛不曉得怎麼樣 那個老二的眼睛比較漂亮 所以呢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神顧念麗雅 麗雅就生了四個 然後後來就是兩個女婢 各生四個 麗雅又生了兩個 所以現在十個兒子 神才顧念拉結 現在變成是整個情勢來講 拉結可憐了 因為已經結婚那麼久了 人家生了一對孩子 她一個都沒有 她在家裡面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神顧念她 神都顧念那個弱者 就應允她生意 她說 哎呀 神除去了我的羞辱 然後就跟神說 再一個 約瑟就是再來一個 就是一個不夠 我還要再一個 所以說 鴨天 你再鴨天 鴨天那個就是要她的命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禱告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禱告什麼 基西家王跟上帝要了15年 他得了一個病 本來我想是cancer 要死掉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哭哭哭 然後上帝就派那個 以賽亞去看他 看病 他就說 怎麼樣 他說哎呀 上帝如果能夠可憐我 不要我幾年 好你要幾年 然後就禱告 15年 結果那15年 就把國家賣掉 所以實在是 知道那時候死去就好了 就沒事了 我們實在不知道 我們在台灣跟神討這個討那個 我們不曉得得到以後 我們會怎麼用那個東西 用的更好還是更爛 我們實在不曉得 所以有時候是說 神你要給我就給我 如果覺得給我不好的話 你就拿走 這樣可能比較聰明 因為我們沒有把握 我們都會做最善的 最好的利用 來服侍別人 來榮耀上帝 不一定 有時候因為我們的軟弱 有時候就會亂七八糟 所以 給恩典皇人就糟糕了 Abuse the grace 是很糟糕了 好 那這個他跟上帝要加 要加 我們看 沙姆爾記 下 七章 這個已經是 進到迦南地 已經一跳就跳到大衛王 所以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沙姆爾記 下 沙姆爾記 七章 十二節 十三節 好 你受數滿足 與你的類主同歲的時候 我必使你的後裔 接續你的位 我必堅定他的國 他必為我的名 見到見於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指導用 這個是上帝對大衛王的承諾 就是 大衛王呢 他自己住了別墅 發現上帝還住在那個tend 他的那個帳墓 他覺得不好意思 我自己住那麼好 上帝住那個 颱風來就會吹走的 他說上帝啊 我也幫你蓋一個跟我一樣的 上帝說不要 你的手已經充滿了血 因為他一生都是打仗 他說我要一個是和平的人 來蓋我的 因為我的墊 要是一個和平的墊 不要那種血的 然後上帝說 你的心理我領了 但是呢 你既然在意我住哪裡 我就在意你的家事 這個家 我們家有兩個意思 一個叫做杵 一個叫做刀 其實 住的那個水泥蓋的那個是杵 那是硬體嘛 那個沒有也可以有刀 住在裡面的人 幸福不幸福那個才是刀 home跟house 那上帝說 既然你在乎我的house 我就在意你的home 你知道那個不同嗎 雖然都是家家家 可是其實那個有不同 就是說 你為我蓋房子 我為你建立家事 就是不是蓋 因為他已經有房子了 不是房子的人 是說 讓你的家有後代 讓你的家可以平翁 然後子孫興旺 所以要增加的意思 所以那個就是 這個約瑟意思是 在增加 在增加 而且你那個後代 我會祝福他 想不到這個後代 就是要他的命 這是所羅門 剛才講過 生老十二的時候 難產 那時候婦產科還不發達 他就死在生產裡面 好 這是約瑟 最後一個便利亞民 我們還沒有到 我們就一起把十二個講完 Benjamin 一開始我就問你們 你們也回答了 很好 但是變了額泥 Soloful Solo my solo 創世紀 35章18節 創世紀35章18節 我們從十六節看好嗎 好 他們從 伯特利 然後起行 依法他 就是現在的伯利 以前在依法他 還有一段路程 拉結 臨禪 甚至是艱難 碰到難禪 真的上次再加給他一個兒子 他沒有想到 這個是要他的命 艱難的時候 收生婆說 不用怕 你會生兒子 再來這個是兒子 然後再來 好 再來 結果呢 是生了 可是呢 死了 他快要死的時候 靈魂要走的時候 給他的兒子 叫Benorini 父親 卻把他叫Beniam Benorini 就是我的痛 就是讓我心痛 為了你 我死掉 是我痛苦的 那爸爸覺得這樣不好 他死了就把他改名字 我的右手 我的綁臂 他最小 我的力量 所以Benjamin跟Benorini 就意識不一樣 他十二個兒子 就只有這個兒子有兩個名字 媽媽叫的名字 跟爸爸叫的名字 是不一樣 後來當然他被稱作Benjamin Benjamin 所以呢 所羅門王 也是以色列的最高的榮耀 右手 也是讓上帝最傷心的王 因為是在他的手裡 把這個國家搞壞